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西卫明律师事务所 今天我和我们律所的同事张元元博士在一起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申请律卡的时候 尤其是对于理工类科研人员来说 怎样准备research statement关于科研的陈述的内容 张元元博士和我一起在西卫明律所工作了很多年 然后他自己有通过EB1A杰出人才 取得律卡的亲身经历 然后他是在北大本科毕业生物系 然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取得了PhD学位 曾经在NIH做过博士后有很多科研成果 然后和我一起也帮助很多科研人员 取得了EB1和NIW律卡批准 那回到说这个research statement这方面 很多申请人当然都希望自己的律卡申请顺利取得批准 很多也经常问我们说那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材料呢 我怎么样才能够最好的展示我过去花了这么多年 取得的科研成果证明我的资质我的能力 那怎样能够提供这样的材料 更好的和律所沟通和移民局沟通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 这个关于这个研究陈述research statement 那这里面应该包括哪一些方面的内容呢 research statement呢 它是帮助我们律师团队 然后让他们了解你的研究工作 所以一般它会包括你的教育背景 工作经历 发表的文章 文章的引用数目 还有你之前的科研成果 以及其他一些有助于证明你的资质 还有研究成就的一些内容 好的 行那你刚刚说到呢 有这么些不同的方面 不同的section 不同的parts 那么你认为在这个research statement 这个研究陈述里面 哪一部分是最重要的吗 关于你过去的研究成果 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你在撰写研究陈述中 需要花最多的时间和精力 来准备的部分 因为你的发表的文章啊 以前的工作经历啊 属于相对客观的东西 所以比较容易陈述 但是您之前的研究成果 就涉及到您的选择问题 所以您需要用一种 外行人能听得懂的语言 去描述你以前做过的研究 包括他们的研究背景 你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 你做了些什么 有什么发现 以及这些研究 对你自己的领域 有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这些都是 民营局以及民官 希望看到的 有关证明 你以前的研究成就的部分 好的 谢谢你的说明 那么我自己呢 和这个你一样 也和我们的很多客户一样 也曾经有过 在美国留学的经历 我有化学方面的博士学位 也有通过NIW 拿到绿卡的提升经历 如果当初呢 我了解到这些信息 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 可能就可以更省力 或者更有信息 那么你讲到了 这个研究陈述重点 在哪里 那么如果我现在刚开始 办理绿卡申请 那我怎么样 才能够写一份 比较 这个 质量高的 这样的一个 research statement 的研究程序 因为我们的很多客户 科研人员 他们都在一个领域 有过很多年的研究经历 所以他们的研究方向 可能涵盖了很多项目 那么我们觉得 在写研究陈述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focus 就是你要集中 你要有选择性的 选择就能够展示 你研究成果的项目 我们一般建议 是选择了三到四个 最能代表你研究成就的项目 然后对这些项目的 目的 工作经过 成果 影响力 进行阐述 最后提供一些 能够证明你研究成果的 客观证据 so called objective evidence 来辅助说明 以前的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并不需要 方方面面都照顾到 比如说您以前有 几个研究领域的 涉及到几个研究领域 或者说您以前的研究方向 有一些主要的研究课题 主座的研究课题 那么您应该选择 对您的工作领域 影响最大的 最为其他人认可的研究方向 进行程序 好的 谢谢你的详细说明 那我还有一些 后续的问题 比如说呢 我觉得 那你想申请EB1 NIW的这个科研人员数量很多嘛 一般来说呢 每个人都有论文发表 都有被引用的记录 要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申请 移民局呢 不会把每一个人的申请都批准 也不会都补批 那当然我希望我的case 能够stand out 能够比别人强 那在过去的科研经历里面呢 我也有若干的论文发表 那其中有的是第一作者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共同作者 那对于那些 我只是co-author 共同作者 既不是第一作者 也不是通讯作者的文章 这样能够用到吗 那我怎么用呢 我们还是建议 包括您作为 共同作者的文章 我们在选择研究项目的时候 并不一定要集中于 您作为第一作者 或者通讯作者 发表的文章 我们选择的 主要的标准 是看这项研究 是否有益于 您的研究领域 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 是否有他人的认可 所以如果一个研究项目 满足以上要求 只是因为您并不是第一作者 或者通讯作者 那我们还是建议 把这样的研究项目 包括在您的研究陈述里 所以总而言之吧 您是否是第一作者 或者通讯作者 并不是我们选择研究项目的 最主要的筛选标准 所以您还是应该 集中在一个项目的影响力 以及重要性方面 好的 这些说明 那么前面这些说的 都是说我作为申请人 我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我需要有什么样的错重点 我需要收集什么样的材料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 我看到新闻名律所 在宣传中提到 说律所的很多成员 都有通过EB1 NIW 取得律卡的亲身经验 而且有理工科的 博士学位 博士后科研经历 这样和其他的律所比起来呢 能够更好的帮助我来准备 这个律卡申请 那当然呢 看起来比较impressive 但是那具体的我还想了解更多 说在准备这个research statement 以及整个准备律卡申请过程中 新闻名律所的团队能够怎样更好的来帮助我们 首先呢 在我们开始准备研究成数之前 我们会跟您有一个短暂的沟通 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有一些申请人 涉及到换专业 或者说他原来在学校学习的专业 跟他现在同事的工作相关 但是会完全是一个领域的 那碰到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会和您进行特别的沟通 看一下您的研究背景 给您提出一些有益于申请的建议 那么在准备研究成数的时候呢 我们会给您提供一份样本文件 这份样本文件是基于我们律所 几千份申请材料 以及他们从移民官那儿获得的反馈 总结而来的 所以您按照这样的样本文件 去准备研究成数 就是比较容易 然后也知道应该从哪下手 再说到您的完成了以后的研究成数 我们会看一下 然后再跟您继续follow up讨论 包括有针对性的给您提出建议 比如成数应该测证哪些方面 应该做什么样的改进 所以在我们身体材料的准备 整个过程中 我们都会跟您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 然后帮您准备好这份研究成数 以及其他的事情材料 说的很详细很有用 谢谢张仍然博士给大家的介绍 那这一期呢 是我和张博士一起给大家介绍 关于怎样准备这个研究陈述 Research Statement 那在申请绿卡的时候 尤其是你要办EB1NiW绿卡的时候呢 这个是绿卡申请的重要一环 关于在绿卡申请的时候 你一共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文件和信息 可以参考我们新闻名律所的 其他的文章和视频 谢谢大家